突然1万日前宣布即将回归 计划在首的举办演唱会 并开启亚洲巡演 将于明年2月8日来台开场 让老粉丝们兴奋不已 全员们近期加紧练习 也不时分享练习过程的照片与影片 信任大众关注 然而在回归前夕 普春突然在个人IG上 发布一张与李敏昊的拼帖照 并写下真心老公 引发外界猜测他是否自曝恋情 贴文迅速引发热议 许多人怀疑普春是否在公开恋情 或者只是以粉丝的身份表达喜爱 一些粉丝注意到贴文中的标记 与他过去的习惯不同 之前普春会标记突然一万团名 以及自己的名字 还用多语言版本的我爱你 这次却只标记了普春与李敏昊的韩文和英文名字 因此怀疑他的账号可能被盗 此外还有人指出李敏昊照片 来自2019年的直播截图 加深了账号被盗的猜测 不过有粉丝认为这只是普春表达的 理想型李敏昊的仰慕之情